欢迎回到我们的宝可梦卡好 嗨,我是宝可梦 回到了我们的宝可梦卡好 今天呢,是礼拜五的周末夜 就是我们的第48集 不过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一个蛮沉重 我觉得大家应该不爱听 但是我觉得对你们来说很重要 接下来呢,我会有比较多的着墨在于 美国股市的这个所谓的购买 就是说有哪些平台你可以操作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HSBC的运筹理财万能户 它有一个汇丰投资全能通的服务 它是让你可以用台湾的银行系统进行买美股 但它真的划算吗 今天要跟你聊聊 VS,再跟你讲另外一个 赵凤他有一个美股的投资的服务也上线了 他在FB疯狂打广告 我已经看了好几次 然后每看一次就摇头一次 为什么要摇头呢 我来跟你讲一讲 第一个我们先来聊一下就是 运筹理财万能户这个汇丰的投资全能通 到底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你点官网 就是我们下面资讯团那边 我把那个官网附上去给你看一下 不是推荐连结 也没有叫你开户 但是呢,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这个产品是不是适合你 它是 它的活动叫做美股港股的ETF呢 你的申购手续费最低百分之零点三 然后新户呢 手笔可以免手续费优惠 这听起来好像还不错 零点三好像跟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封存股的美股 好像一样的好 但是呢 魔鬼藏在细节里 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的话呢 就会知道问题在哪 我们继续往下 那它有几个不错的优势 优点还是要讲一下 第一个就是它有1500档知名的 美股港股的股票跟ETF 你都可以购买 那第二的话呢 它是24小时都可以接单 那到底能不能够帮你就是买到股票 这不一定 因为这要看他们这个下手的 跟美国合作的这个银行 或者是券商系统 这个不一定 那再来的话呢 客制化产品新闻资讯功能 通常这种东西我觉得都是junk 都是垃圾 因为你接受越多的新闻资讯 你不就是看着后照镜开车吗 人家如果就是下了一个假的新闻 跟你讲说 现在这个很热门 然后你去买 你不是买在高点吗 所以呢 我觉得以比较正确的投资的状况来讲的话 你不应该要接受过多的资讯 你应该要把你更多的时间 拿来跟家人相处 其实比较好 那第四个他罗列的 他的优惠叫做多元资产产品 绩效比较我最行 这个资产产品的绩效比较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就是说 我们拿过去的绩效来给你看 那过去的绩效不代表未来 对不对 所以现在宝可梦0050就是绩效29% 之前新闻有报道了 那你觉得现在买你可以拿到29%吗 很难哦 因为我那时候我是在台股相对大跌的 很惨的时候进场的 而且我一次进场也才买3000块 但是那时候价格低 所以我买到的单位数比较高一点 所以现在一路往上到现在到今年的这个时候 已经过一年了 他还是持续往上 所以以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我就是越买越多越买越贵 那当然就是整体的绩效好 比如说台积电好了 台积电我也是从去年11月开始买 每个月买个3000 4000 5000 6000 这样买了一记下来之后 我的投资报酬率15% 听起来也是很厉害 但是呢 你跟着我现在买 你可以拿到这么高的回馈吗 不一定哦 因为现在其实都已经是相对高点了 但是相对高点的情况之下 你还要买吗 这就是考验你自己的投资的 这个所谓的信心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呢 没有任何人能够给你解答 不是说我叫你进场 你现在就进场 那你赔钱 你是要叫我脱裤子还给你吗 当然不行啊 所以很多时候 你要有自己的逻辑判断 不是说听听别人跟你讲什么 你就觉得可以买了 所以我觉得HSBC 他这个汇丰投资全能通 给你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优惠的部分 我怎么觉得听起来 好像都是废话 他到底有没有真的给你 一些什么厉害的东西 不得而知 好 那我们再来仔细的来拆解一下 他这个手续费最低0.3% 是什么意思 他这个意思呢 他有小字哦 你看了他的网页的话呢 你边听这一集 你边看他的网页 你可以看到 他说仅限网络银行下单 所以你不可以去分行 不可以电话下班 只能够在网银自己操作 然后成交金额 如果你不到美金3万 不到港币25万 不到人民币25万 交易手续费0.5% 所以你觉得他有没有欺骗消费者嫌疑 我觉得很多的银行 他们都最喜欢讲说 最高几% 最低几折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去买那个什么 跳楼大拍卖 他外面都写说 最低三折起 结果你进去都是五六折 结果三折卖是什么 袜子 糖果 那你不是被骗了吗 我觉得所有的银行都喜欢用这一招 而且这个是屡事不爽 就是你看到0.3%你就进来了 那你可能没有细看 你就被骗 然后你就买了 他就说 为什么我的手续费是0.5% 然后你去骂他们 他也没有说 我们小字里面有写 就是一样 所以你发现 你如果没有买到这些金额 你就是会被收比较高的手续费 甚至他还有另外一个更恐怖的东西在这里 他说 本行仍需收取最低手续费是30美金 哈喽 台币对美金30来算 就是要收900块 手续费有900块这么贵 你买得下去 我才不相信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夸 这是吸血虫 好吗 港币的话要收250 或者人民币收250 这个乘以4也是1000块 哈喽 1000块有那么简单 那么好赚 你可能上班一天 上班半天 都还没有赚到这个钱 好不好 所以这是非常危险 我个人觉得 有很大的陷阱在这里 不要跳下去了 然后他这边 第二个要注意的 他写说 透过汇丰的股票全能通 来交易海外股票 跟指数型基金的时候 单比交易金额大于或等于3万美金港币25万元 人民币25万元的时候 交易手续费降为0.3 所以你要从0.5降到0.3 你必须要准备3万美金进场 请问一下3万美金是多少钱 3万美金乘以1比30 不要讲现在1比27.9 因为很难算 1比30来说 你要准备90万台币 哈喽 一般小资族 可以随随便便便就拿出90万吗 好 如果你是中高资产阶级 身家上亿的 那可能 我没话讲 但是呢 我觉得一般人 叫你大户存个10万块 你就在那边叽叽叫了 你觉得有可能随便就拿出90万吗 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东西 我应该没有算错吧 对啊 3万 对吧 各十百千 3万乘以 30 就90万 没错嘛 90万耶 你有90万你会放在这边吗 不会啊 好 所以我就个人觉得 这个产品真的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他跟你说最高 1.2%高利活储 那你回去看 他说 没有啦 我们就是1到50万 你的汇率 你的存款利率是0.01 那50万以上到100万 我才给你1.2% 那你知道吗 100万这样放下去 你1.2 出半是多少 0.6 我的天啊 那你不如放Banky就好了嘛 所以你看 他这一个数位账户 到处充满了陷阱 他每一个陷阱 就是要吸你的血 那你觉得这种产品 你要去办吗 你要去开户 你要去使用吗 好 但是非常不幸的 就是这个产品 跟汇专卡是挂钩在一起的 好 所以你可以开一个 汇丰的普通账户 或者是你开一个 汇丰的数位账户 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的钱要放大 那你就要找 那你就要找他的这个 所谓的 呃 你务必马上移出这个账号 因为你会被吸的 一概二进 非常的可怜啊 好 所以这个是他的陷阱 都跟你讲清楚了 那第二个要VS的 就是赵峰 他也有提供这个 所谓的美股 好 这个交易的功能 但是他这个东西 我会觉得 他们的策略 非常的有趣 因为 基本上在台湾 现在比较风行的是 所谓的存股的概念 好 不论你是纯金融股 好 还是 这所谓的买定存股啊 什么东西的 好 或者是纯科技股 但是赵峰他不一样 他的这个产品 他的用意是什么 我念给你听 他说 海外股票交易客户 于活动期间 享有美股 每日 日内冲销手续费 0.1%的优惠 你说哇 刚刚0.5 0.3 0.1 0.1真的很低 但是你知道冲销 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当冲 比如说 我今天呢 我早上 我透过赵峰的 这个所谓的 付委托的账户 我买了 比如说1000美金 的这个所谓的股票 那我要在当天结束 市场收市以前 再卖出1000美金 等值的东西 我才能够享有 0.1%的 这个所谓的 手续费率 那这意思就是什么 一买一卖 然后你就是要赚什么 赚价差 所以他这个其实是 鼓励你不断的在现场 他是鼓励你不断的 在市场里面 做买机卖出 买机卖出的动作 那这对于你 累积资产来讲 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他是专门提供给 当冲客 要玩的 那当然我觉得 如果你更厉害的话 你应该要去开美国券商 因为美国券商 非常多的标的都是 免手续费 买进卖出 均免手续费 那你连这个都不会被收到 所以他这个是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他不太符合我提倡的 这所谓的 被动投资 长线投资的这样子的理念 他反而鼓励你赌博 那这个产品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 不太好 因为你在怎么玩 你玩得过华尔街 那些厉害的交易员吗 那那些分析师 他们所入有的资讯 比你还多 你凭什么觉得 他卖给你的股票 你就一定会赚钱 应该是会亏钱吧 所以你自己去试试看 比如说你有100万 然后你把它放下去玩 亏光光了 然后再回来 也不要哭着回来找 我说这是Pokemon 为什么我都亏光了 因为当初跟你讲了 你就不听嘛 你就跑去玩了 所以赵峰的这个产品 基本上我也不推荐 不推荐 因为太贵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有再查询一下赵峰 他在交易美股的部分 他有提供了 哪些的手续费率 简单跟你讲一下 这官网都查得到 第一个 如果你是人工下单 手续费一% 单比最低50美金 哈喽 我们来比对一下 风存股的美股前进的话 他的单比最低多少 一美金 是他的五十分之一 第二个 他的手续费率是多少 0.3% 所以你这个中间除一下 你就知道 你到底要准备多少的钱 才能够就是拿到最低的折扣 非常的恐怖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是电子手续费 就是说你透过APP 或者是网页下单 他的手续费 0.4% 听起来好像还可以 但是还是比 永风金证券的 这个风存股 还要再贵 单比最低多少 39美金 39美金 除以0.4%是多少 9750USD 9750USD 你算一万块好 一万块美金是多少 是30万台币 不好意思 这个也是有钱人在玩的 小资组可能一年的薪水 就是30万了 然后你要就是 一次把它说哈下去吗 所以呢 真的是非常的昂贵 所以我必须跟你讲 你要在台湾使用付委托 它有优点 有缺点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的手续费率 都非常的昂贵 你要知道 这些数字 如果你是在美股里面去买 你用美国券商 所有的数字 always zero 零手续费 所以我在我这个 封存股的美股的介绍 我里面有讲到 就是付委托 然后封存股的优势劣势 还有一般的 这个所谓的 美国券商的买进 卖出的这些费率 我通通都有做过比较了 所以你去看 你就知道了 这中间其实 台湾 我认为台湾的金融业者 不论是在台股还是美股 都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 也就是说 他们双手 双腿 双脚 双嘴 好多 都赚薄薄 探很多 想就知道了 所以我觉得 这些手续费率 都有机会 要再降更多 所以 你必须要在一堆 拐瓜裂枣里面 去跳到一个比较好的 我觉得永风金证券 可能还是比较适合大家的 因为毕竟 他的手续费收得比较低 然后呢 低销的门槛也低 这基本上的话 其实是比较造福消费者 那如果你是大资 你身上有五百万 一千万台币要进场的 我个人觉得 你可能 就可以去使用美国券商 那这样子的话 也许对你来讲 你的成本最低 所以这是今天这一集 非常 我觉得还蛮深入 还蛮难的 那 希望你们都听得下去 那听完的话 觉得有帮助 也给我五星停价好吗 不然的话呢 大家就洗洗睡吧 晚安 拜拜 拜拜